为何陈小旭身患癌症,不吃药呢? 说出来你不一定会信,简直太迷信在中国现代电影明星之中, 如果要说谁的死亡最让人可惜,那一定是陈小旭莫属。 年轻人可能不太认识陈小旭,在1987年的《红楼梦》之中, 他饰演林黛宇,而且至今无人能敌,陈小旭版的林黛宇, 成为了中国影视剧上的一个绝唱,他的死亡成了千万名《红楼梦》迷的一个遗憾。 那么为什么陈小旭身患癌症,他却不吃药不治疗呢? 其实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说出来大家不一定会信,简直太迷信了。 陈小旭在饰演了林黛宇之后,据说他因为太入戏了, 所以一直把自己当作林黛宇,整日非常沉弱,而且在接连演戏之后没有了当初的想法。 所以慢慢地陈小旭投身伤戒,更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,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 他发现,爱身患癌症之后,并没有选择治疗,反而是不吃药,不治疗,选择承受自己的业障。 那么,到底谁跟他说了这些,谁才是妖言祸众的罪魁祸首呢? 此人叫做静空大师,可能大家有所耳闻,他现在已经被中国佛教解除名。 据说陈小旭,静空大师七年之前已经相识,而身患乳腺癌之后, 陈小旭在静空大师的影响之下,汇集记忆,临时抱佛教,选择了出家。 静空大师对他说,不让他看心,一念佛就好了。 但是,在2007年,陈小旭痛不欲生,在临死之前还坚决拒绝治疗, 一直处于昏迷状态,体重只剩下35公斤。 他的死亡跟静空大师有很大的关系,不过在陈小旭死亡之后, 静空大师还说,他不相信我,他不听话,他不能跟我配合, 我要求他就是四个,第一个信心坚定,第二个忏悔,第三个感恩, 第四个愿力要发足,这四个都不到位,这个没法子,没有人能帮他吗? 这些话说多了,就成了辩解了。 无论如何,陈小旭已经死亡,这一切都成为了大家的遗憾。 说出来,大家不一定会相信,接受现代教育的一个当代女性, 竟然会被这样的妖言迷惑,最终还拒绝治疗,导致自己死亡。